高能一辈子,其今日头条前约作者,此文为高能一辈子,禁止任何形式的,请后台联系,但欢迎你们转发到朋友圈。 不知不觉,综艺歌手,居然已经出到第七季了。 大家都觉得歌手,很难再请到大腕了,没想到这季歌手就来了个王战流花。 还有其余老师也来了,看来可以七七看闪先打架了。 本来实力很强的杨昆,在这阵容里面看起来也不够用了,他自己都吐槽自从同一上歌手后天天失眠。 年轻一大又无清风和逃跑计划乐队,这两个我都很喜欢。 还有一个陌生面孔张欣,是零七年星光大道的亚军,怕是又会冒出一位现象及黑马了。 会不会是下一个邓紫棋,迪玛西? 这一季比较好玩的是,录了个全民举进歌手踢馆的塞制,只要有代表作的歌手,都可以发微博报名。 于是,我们就看到了微博上各路歌手积极发播,毛遂自荐。 有我们以前很熟悉的组合牛奶咖啡的主唱Kiki,代表作为越长大越孤单,就是牛奶咖啡的唱功上,歌手感觉有点不够啊。 说起来,牛奶咖啡的出道还蛮传奇的,Kiki高中的时候就通过QQ认识了格飞,然后两人一直交流音乐创作。 后来Kiki和格飞组了牛奶咖啡,被摸登天空的人灰眼相众,发了不少专辑,也有了传唱度不错的歌曲,但是一直不温不火。 创造101的选手许静月和吴云香,也在微博上报名了。 两位小姐姐在创上的每一次舞台都很能打,我觉得她们有很大的可能上节目,毕竟这是微博投票制的,她俩还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。 当然了,上了歌手唱功方面就见仁见智了。 许静月实际上已经出道了很多年,在17岁的时候,就参加了殷皇的新秀歌唱大赛,获得亚军之后出路头奖。 20岁的时候就签约了殷皇,成为了荣祖儿,成为婷的师妹。 当签约时,童年就出了单曲和首张个人唱片Angela。 你奈何红不红是个玄学,许静月在最艰难的时候长达一年没有工作,要许静月开始怀疑,自己到底能不能继续唱歌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她决定放下大公司的抱负,化名完小背心,一网络歌手的身份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翻唱视频。 还是收获了一批音饭的。 今年终于靠窗出了圈,不管能不能上歌手,音乐事业至少都有了起色。 而另一位吴云香之前参加过16年的中国新歌声,最后成了语成庆祖的诗强。 这两位可以说是英皇和环球手里的实力小将,不知能不能突出重围呢? 曾经超级女生的人气选手许飞也报名参加了。 许飞的经历也蛮坎坷的,在一夜成名之后,却迎来更长时间的低谷。 2010年,在她开始忙着唱《转云民谣》,上高原,走商所,打算进王公团的时候,却因为与经纪公司的纷争,而背上了300万元的债务。 那是关于她最热门的新闻,是曾当红女明星轮媒饭店服务员,其实是和朋友合伙的餐馆啦。 说实话,我好久没有听到许飞唱歌了,同为2006届超女的尚文杰,谭维维也都上过歌手了,不知这回许飞会不会有机会站上同一个舞台呢? 其实,取飞一直走的小清新民谣路线,和尚文杰,谭维维的实力有一定差距,希望她还能迎来事业的第二川吧。 这回快乐男生超级女生系列来了不少人,2010年冠军段灵溪也报名了。 段灵溪的演艺道路也比较刺激了,当时红尘和刘欣粉丝争得太厉害,反而让段灵溪简陋了一个冠军。 当初四个厉害都没用,三个都糊了,没想到段灵溪夺冠腕力满糊了,每次总结大热选秀出身,这呼出天气的稿子里必定有她。 中间画风还一度走偏,这回如果上了歌手,希望她可以好好发挥吧。 2017年快乐男生的亚军影预课也报名了,因为要求有代表作,居然是一个小时前刚刚发布的新专辑。 这操作也是很秀了。 大家可以听听看演预课的歌声哦,只听声音完全想象不到是个男生。 最近一直在走谐星路线的刘维,也报名参加了节目。 其实,刘维也算重景科班出身,读的音乐学院,参加第二届的《我行》,我秀还拿了冠军。 这一届第二名是薛之谦哦,可是令观众熟知的,却是她的模仿能力。 摆变大咖秀的女装,这个变脸真的是很厉害了。 虽然音乐之路一直走得不顺,但刘维一直没放弃过,一直以上综艺的收入,支撑自己做音乐。 踢馆赛前期主要靠粉丝投票,我这偶的刘维还是有点悬啊。 第一届中国好声音的选手张伟也来了,她的恶尔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。 中国好声音真是个神奇的节目,大家刚出道是各种火,现在都糊了。 前不久还刚出了新单曲,虽然没啥嘴花,至少还是在做音乐的。 宋炳阳这个名字大家或许不熟悉,但是说起吴亦凡的Bed Girl,大家应该都知道,宋炳阳就参与了谱曲。 她和张杰也合作过,在SM做过七年练习生,所以和陆寒、张艺兴、黄子涛、宋浅这些存在韩务工人员关系都还可以。 之前首唱会的VCR蛮多人录祝福的,如果她参加了歌手,会是惊喜还是惊吓呢? 还有这位暴民的小哥哥,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她是谁。 但素却有一大批明星帮她打call,就连拉票很有经验的王立新都来了。 这样的打call阵容不知道有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呀,实际上她是2008年选秀节目, 我行我秀的全国总冠军。 我行我秀这个选秀综艺比较神奇,好像从来没人是因为这个节目火的。 比如第一届冠军长杰靠快男,第二届亚军靴靠段子,下面提到的流来靠综艺。 来个老,我行我秀还出了袁承杰和七威,当年也出了一首爆红大江南味的歌。 七威靠着演戏吸引了不少粉丝,袁承杰却已经是ABCs了。 无奖猜歌名,唐汉箱的才华还是备受认可的,王嘉薇就找他写了百度人的主题曲,让我留在你身边。 老财男团MIC的成员王一号也报名参加了。 MIC男团其实唱跳质量都很高,不惜没能活起来。 最近成员谭剑次因为,我就是演员里的优秀表现,有了一定的关注度。 不知王一号如果上了歌手,能不能和谭剑次一样get好评吗? 钱正好因为考上了伯克利在微博上引起了不少关注,他也报名为歌手的踢馆赛。 我还蛮好奇他的音乐实力的。 不过,伯克利也不能说明什么,参加创造101的各家会也是伯克利的,那音乐实力。 其实对于歌手这样的大平台来说,就算是上去一轮游也是值得的。 当初李荣浩就是一轮游的,依旧不妨碍他立马被观众熟知接受。 但是如果唱功和创作能力都不突出,上台可能就不是吸吻而是吊粉了。 在上面这些报名参加的歌手里,你愿意为谁投出一票呢? 做有深度的先灵Spawn和有格调的故事。 喜欢请分享哦,么么大,一起换些logo咯。 各位闺蜜认证正版,都是男女的先灵Spawn,以学术的引起看贵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爱在了。